后面第二部分 装配式凉板的预制场内移运和存放 这里面有几个没考过试 也就是说我们参考他往年考过的东西来说 还有一些东西要求大家知道 第二部分主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凉场里面的要求 在凉场里面有哪些要求 首先是预制 我们来看第一条 构建预制 构建预制场的布置应满足什么 预制 有制粮区对吧 移运 移运是什么意思呢 你由这个制粮区运到这个存粮区 还要给这个龙门钓一定的什么操作的场地 存放就是存粮区 以及架设安装的施工要求 说这个架设安装 这个有点勉强 如果把这个安装改成装车 就比较方便 也就是说你这个存粮区旁边 它其实是要有一条路 车要开进来 然后呢 龙门钓从这个存粮区把这个粮呢 吊装在车上 它有这个场地 当然咱们说上说 架设安装啊 我们都掌握 都按这个掌握就完了 那施工作业要求 后面场地应平整坚实 预制场根据 地基气候条件 设什么 排水设施啊 存粮区要有排水沟 要有排水设施 你看这 这是不是就排水沟啊 就是说防止这个什么 这个夏天下大雨 雨水下渗 雨水下渗的话呢 有可能影响咱们台座基础 台座基础如果变软的话 它就会变形了 这样的话 你在上面这个 粮做完之后呢 变形了 尺寸不符合要求 甚至裂了 预制区啊 质量区要有必要的排水设施 对吧 甚至场地要硬化 而后面啊 采取有效的防止场地呈现 就是排水沟啊 硬化排水沟啊 砂石料厂地面硬化 这是看看就完了 还有后面啊 这个浏览就行了 雨制台座的地基 有足够的承载力 如果承载力不够的话呢 要什么地基处理 雨制台 就这玩意儿 其实就是个混凝土台子 对吧 混凝土台子 雨制台座应采用 适宜的材料和方式制作 一般就是一个 混凝土的少配点钢筋 并且保证坚固稳定 不沉陷 用于雨制后章的 运用力混凝土两板 异对台座两端 它这个一张拉的话呢 其实后章法 它的两端受力也比较大 为了防止台座变形 所以说要进行 地基的承载力要足够 地基要做什么 加固处理 看看就行了 看就行了 我不认为这个地方会考试 好 我们来看第三条 雨制台座的间距 满足施工作业要求 你这台座上要置凉 对吧 那么还要有一定的操作的空间 台座表面应光滑平整 两米长度平整度允许偏差不超过两毫米 就台座要是平的 台座要是不平整 因为这两座船 那也不平 对吧 应保证底座或底膜的挠度不大于两毫米 这个看看就行了 不想掌握就算了 第四条 对于运用力混凝土两板 根据设计单位提供的理论预拱度值 结合实际情况 正确预计量体预拱度的变化情况 这个其实就跟咱们前面支架法说 那个预拱度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它这个相当于是 你这个台座中间高一些 两边低一些 在预制台座上 按两板构建的跨度设相应的预拱度 你也不能这个量预制完之后 然后呢 它再一放在盖梁上 它往下弯的太厉害 是这个意思 那么后面一句话要知道 也不是说都是预拱度 加完运用力之后 这根梁有可能向上弯 这第四条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梁掉装在盖梁上之后呢 你不能向下弯 最好不能下弯 也不要向上弯 后章运用力混凝土 预计的拱度直角大时 可考虑在台座上设置反拱 就是说 如果说这根梁向上弯的话 我们在梁上面还要做一个 十公分厚的钢筋混凝土的线胶层 对吧 那么这个线胶层一做完之后呢 跨中的地方比较薄 两端地方比较厚 就不符合要求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运用力加完之后 我们还是希望这根梁它是平的 它是平的 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 这个台座呢 其实就是啥叫反拱 往下弯 往上弯的是拱形 是吧 也就是台座其实中间低一些 两边高一些 是这个意思 它这个预计的拱度啊 这个拱度呢 它不是一下子就会出现的 你出现太快 太裂了 它是随着时间的退移 慢慢慢慢的有的 为什么要求大家知道这条 因为基本上 所有的设计在设计说明里面 都有这句话 前面的倒是很刺耀 人家不想看也没关系 就是说台座有可能要设反拱这个事 大概就要知道 没考过试 后面各种构建混凝土的交入 第一个 副板底部为扩大断面的T形梁 就下面这一块 这个呢 也叫什么 马蹄形 马蹄形这一块 先交住夸大部分 或者叫先交住底部 马蹄形 主要是为了混凝土震倒密实 混凝土震倒密实 并震时候再交上面的副板 这个就不一定非要留实供奉啊 下面先交 交完智倒之后 再出凝土震再往上交 是这个意思 当然还没写完 你副板交完之后 是不是还要写 交顶板啊 对不对 先交下面扩大部分 然后呢 再交副板 然后呢 再交顶板 后面 后面又谈到U形梁 这个看看就行了 不想掌握就算了 U形梁可以上下一次交住 或分两次交住 一次交住 这个U形梁是什么 它多用于城市的轻轨 其实用的也不多 好像咱们才两三个城市有 它多用于城市的轻轨 一根U形梁 它里面呢 还要铺这个轨道 将来这个走火车的 就这个玩意 它不是咱们走汽车的 U形梁可以上下一次交住 或分两次交住 一次交住时 先交住什么 底板 同时副板部位交至 底板承托面的顶面 就是这个位置 把下面这部分呢 先振导密实 待底板混凝土消沉后 再交住副板 再往上交 分两次交住呢 就是留时空缝的问题 对不对 一般比较少 因为你分两次交住 你先把下面交了 是吧 你留了一个时空缝 时空缝 我们知道 混进的时空缝要干什么 凡是一个先交的 一个后角要干什么 什么凿毛清洗湿润的 你从肉眼可见 外面有道缝啊 不好看啊 很难看 分两次交住 先交住底板 至底板承托面 按时空缝处理后 再交副板 这就用的很少了 本身优型梁子用的比较少 停停就完了 后面 后面又来了 采用平和重叠法 支离模板 我真不知道哪个梁厂这么干 平和重叠法 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下面做了一根梁 我就不怕了 我在下面做了一根梁 下面这根梁做完之后 我就用这根梁 作为上面这个梁的台座 也就是说 在梁上又做了梁 那么高的话 你工人还得上去 这就不嫌麻烦 除非就是场地非常非常紧张 才有可能这样做 这个平和重叠法 梁上再做梁 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 在制梁区呢 梁都是什么 一层 做完之后就掉到存梁区就完了 平和重叠法 立模交混凝土时 下层构建 顶面设隔离层 那必须的 对不对 其实咱们这个台座上 也有 上层构建 在下层构建 混凝土强度达到五兆帕后 放下胶布 好吧 看看就完了 第六条 高宽比比较大的运用力 混凝土梁和 叫爱兴梁 也不仅仅是梁 香梁也是一样 有一个东西就要知道 就是要 运用力施加要对称 这个蛮常识的 对称均衡的施加运用力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香梁它在做的时候 运用力要对称张拉 什么是对称张拉 它是两台千斤顶 同时张拉 叫对称张拉 如果说我们把这台千斤顶取消 你在这边张拉的话 这根梁会产生侧向的弯曲 有可能会开裂 所以张拉的时候都是对称的 后面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梁体产生侧向弯曲 其实就是分级张拉 有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 梯梁 梯梁下面这个断面 它面积比较小 你要是两台千斤顶 其实放不下 没办法 我这个先加张拉一部分 然后再在这张拉 停停就可以了 知道对称张拉 或者对称施加运用力是什么 就足够了 好了 说完了预制之后 第二部分 在量场里面 你在质量区做完 要放到存量区 第一条 什么时候才可以吊装过去 前面这半句话 应该说的是非运用力的构建 应该说的是非运用力的构建 构建在托底膜 移运吊装时 就不加运用力的 常规的什么 钢筋混凝土板梁 混凝土强度等级 不低于设计强度的75% 这个是咱们常规构建 吊装的要求 像那些板梁的话 怎么说呢 我们希望是什么 你在这个质量区做完 很快的就可以吊装在存量区 继续养护 然后质量区是不是又可以生产 对不对 但是这个强度是有要求的 75% 为什么不是100%呢 因为你在吊装的时候 这根梁呢 它只承受它的重力 对吧 它没有上面的核载 所以在75%的时候 吊装就可以满足咱们安全的要求 反过来加快生产是可以的 后面这个也要知道 后面这句话呢 改来改去改来改去 现在咱们RE版的教材是这么写的 后章运用力构建 孔道压僵强度 符合设计要求 或不低于设计要求的 75% 他说了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后章法在制量区做完量 首先你不可能说是这个什么 这个都没张拉就调到这个存量区 对吧 要运力张拉 还有一些这个很恶劣的行为 他为了抓紧时间 不是说到运用这个存量区张拉 他说没张拉 就直接这个本车拉到现场 吊装在盖梁上再去张拉 按教材 什么时候才可以吊移 孔道压僵强度到达75%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制量区做完 然后呢 张拉 然后呢压浆 对吧 压完浆之后呢 等到这个水泥浆强度到达75%之后 才可以把这根粮掉移到存粮区 而不是什么呢 张拉完之后就可以掉移 因为你刚张拉完之后呢 这个孔里面啊 是不是空的 他这个毛具受力比较大 等到你这个挂完浆 水泥浆强度上来之后呢 相当于是这个受力均匀 毛具的受力会变小 否则的话 你孔里面是空的 你掉移的时候呢 如果产生磕碰的话呢 有可能损伤毛具 损伤毛具这个运用力就失效了 比较麻烦 对吧 所以啊 要孔到鸭浆强度75%的时候 才可以掉移 这对两场提高产能是不利的 两场从生产来说呢 我希望它可以快一点掉移 然后我就可以继续生产 可以提高产能 对吧 但是咱们书上要求是75% 这个要知道 这个要知道 咱们书上后面 这节后面配了一个案例啊 专门说了这个事 同时多说一点点啊 其实啊 我刚才说了半天啊 你要是张拉丸钓鱼 其实也行 其实也可以 要是 你要是真去两场 你看见人家这么干啊 你不能说人家是这么做是错的 但是要符合一定的要求 咱们这个教材呢 以前是从公路 教材或规范啊 抄过来的 以前呢 把这个什么 张拉丸钓鱼的要求也写上 后来发现 这句话是市政的规范 跟这个不一致 后来又删了 什么意思呢 因为咱们市政的教材 它是住建部组织专家来编写的 或者说市政的规范啊 而这个公路的规范呢 是交通部组织专家来编写的 对于同一个事情 住建部的专家和交通部的专家 写出来的要求都不一样 何况你我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是来学习知识的 我们不是来跟教材抬杠的 我们是要考过的 就这么简单啊 别的我们无所图 按这个掌握就完了 后面要写了30兆 教材后面有 也别管他 就75%就行了 我说太多了 快点 第二条 存放台座应什么 坚固稳定 高出地面20公分以上 存放场地要有相应的排水设施 它这个存粮区呢 你就没有必要 说都打成后凝土硬化 花好多钱呢 对不对 咱们说上这个地方叫台座 也可以啊 也可以 也就是说有一个事要知道 就是说 存粮区也要有排水沟 下雨的话 尤其是夏天啊 下雨的话要及时的排走 不然的话呢 它这个 存放台座 存放台座下面雨水下渗的话 是不是台座就会产生沉降了 对不对 存粮区也要有排水沟 也要有排水措施啊 这个也要知道 存粮区就没有必要硬化了 后面说的很清楚啊 保证粮板等构建在存放期间 不因什么支点沉陷而受到损坏 第三条 粮板存放时 其支点符合设计规定的位置 支点处采用什么 垫幕或其他材料支撑 就是说这个粮不能够直接放在这个存粮制座上 不然它局部受力比较大 受力不均匀 而应该按咱们书上说放一个垫幕啊 或者说其他的形式都可以 你这个粮上面要是还放粮的话也是可以的 但是是不是在相应的位置上下同样的位置 要有同样的垫幕或其他的支撑 对吧 或者这种形式也行 也可以都行 后面啊 不得将构建直接支撑在坚硬的存放台座上啊 这个也没考过试 要知道 也就是说呢 存放台座上要有垫幕啊 或者其他支撑材料 后面存放时混凝土养护器未满的 那那继续洒水 对吧 好说 还有第四条也要知道啊 这也是所有的设计在图上都会写出来的 构建应按安装的先后顺序编号存放啊 不仅仅编号在梁上都要写清楚 这是哪个桥的哪一块的 是中梁还是边梁 这编号是多少 运用力混凝土两板的存放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啊 特殊情况下不超过五个月 呃 其实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呃 咱们预制的这个两板上面要交这个线交层 对吧 这个线交层的混凝土和这个 咱们预制两板的混凝土的零期差的不能太大 因为零期差的太大的话呢 相当于二指的变形就不是很一致啊 所以啊 存放不得超过三个月啊 一般都是按这个要求啊 特殊情况下 一般是公路可能一些山区的一些两场 这个就不要求再掌握啊 或者说大概起啊 简单书上写了 一般不超过三个月啊 最长不超过五个月 还有后面 后面我刚才说过啊 多层叠放时层与层之间 以垫幕隔开 好吧 说成这么行 我们就这么掌握啊 他说的是一个什么圣着 就是说不允许 直接把上层的梁就放在下层的梁上面 因为咱们这个预制梁 他做完之后 这个顶面啊 顶面都不是很平啊 顶面都不是太平啊 也就是说有的地方呢 要低一些 有的地方高一些 你把上面这个梁 直接放在下面这根梁上 那有可能他高的地方呢 就顶着上面这根梁 对吧 受力就不均匀啊 所以啊 层与层之间应该以垫幕隔开 各层垫幕位置 从上到下 在设计规定的支点处 都在同一个位置 上下层垫幕 在同一条竖直线上 这玩意儿还考两回啊 考选择题啊 后面电放的高度 这个没考过是要知道 按什么构建强度啊 第一个 还有 地基承载力 你堆太高的话 它那个什么 存放台座下沉了 垫幕的强度 以及堆座的稳定性等确定 堆太高的话 它容易掉下来 后面大型构建 两层不超过三层 小型构建六到十层 我天哪 你堆那么高干什么 搞不明白 不太清楚 可能场地太小了 后面 与其和春季 动容期间啊 要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什么地面软化 导致什么构建断裂 或者 就是说什么意思 这个 现场要排水沟啊 不要让这个什么 放凉这个台座呢 产生下沉啊 就这意思 好 我们来看第三部分 装配式凉板的安装 凉场里面做完 然后呢 拉到现场去装 来看调运方案的第二条 调运方案 应对各部分的设备 杆件进行验算 特别是 吊车等机具的安全性 进行验算 也就是说什么呢 要验算什么 我们想一想 首先是这根梁 然后呢 吊点 还有吊车 对吧 包括钢丝绳啊 包括引铃车的支撑啊 后面 起调过程中 构件内产生的硬力 验算必须符合要求 梁长25米的 要计算裸梁的稳定性 它主要指的是一些边梁 或者是梯梁 你放在盖梁上面 有可能它会什么 倒 其实用一个临时支撑就可以了 第二部分 技术准备就算了 直接来看第三部分 构件的运输 板式构件运输时 它意思说这个板梁 采用特制的固定架 稳定构件 小型构件 以顺宽度方向 测力防止 采取防止 措施防止倾倒 他说的什么意思 这板梁 板梁常规是这样运的 他意思是说呢 像这种啊 当然这不是板梁 我就举个例子 如果是边梁的话 它像这个 边梁的话 它是不是多出来一块 对吧 边梁多出来一块 他的意思是说 边梁的话 这个就不稳定了 有可能会倒 怎么办呢 把它旋转90度啊 这样放 看看就完了 如平方 两端掉点处 要搁置方木 这个都是做的 对吧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都是方木 还有第二条 梁的运输 应顺高度方向 竖直放置 它到底是怎么放 前面说 板梁要怎么样 策立啊 后面又说要竖直啊 一般都是竖直的 并拥有什么 防止倾倒的固定措施啊 就是临时的这种什么 相当于支撑的这个东西啊 这个做的还挺好的 我看 其实更多的就是用个木头棍子 完了 把它穿上去完了 装卸粮食 在支撑稳妥后 方可摘除掉钩 我看看就行了啊 还后面一样的 第三条 采用平板拖车 或超长拖车 运输大型构建时 车长能满足支点的 兼具的要求 也就是说呢 车长不一定非要满足 这根梁的长度 梁太长了 对吧 但是你这个梁的两端 支点处放垫幕的长度 要有的 你不能说 一根梁这个 车太短了 一根梁外 外面伸了好多 支点处设活动转盘 防止磋商构建 运输道路要平整 一般都是公路专业的 你产生颠簸的话 这个梁容易裂啊 坑挖高低不平 要事先平平 或者平整 后面啊 第四部分 简直两版的安装 同样的 有几个地方 大家知道了就行了 他第一条看看就行了 安装构建前 必须检查构建外形 及预埋件的尺寸和位置 偏差不得超过设计 和规范允许值啊 只是 写了跟没写一样 没法口试 第二条又写了一遍啊 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装配式桥梁构建 在拖底摸 移运堆放 吊桩时 混凝土强度不低于什么强度 我要求时 是75又写一遍 后章构建 水溪浆的强度 不低于设计要求 我要求不低于30兆化 我建议大家 按75%掌握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下 咱们这个预置量 C40的比较多 你40乘以75%是多少 不就是30兆化吗 对吧 我建议大家75%掌握就行 还有后面第五条 删掉它就不建议看了 两板安装期间 及架桥机移动过孔石 也就是上面有个东西 它在吊桩 它在移动 对吧 下面不能有人 这是咱们这个施工一个 相当于通用的一个安全要求 包括咱们这个什么 房间桌 你那个塔吊 吊东西的时候 对吧 下面也不能有人 万一吊下来怎么办 同样的 咱们吊梁的时候 梁下面也不能有人 你那个挖排斥管 把这个管道往下吊桩的时候 下面也不能有人 一样的 所以严禁行人车辆和船舶 在作业区域的桥下通行 有安全的问题 这个事知道就行了 最多它就是一个找错 那看出它哪不对就够了 后面 两板就位后 及时设保险墓 墓那写错了 不好意思 或临时固定 或临时固定 就是临时支撑 防止它什么 倒掉或者轻固 对横向自闻性较差的 T梁和爱心梁 应先与安装构建 进行可靠的横向连接 看看就行了 不建议掌握 后面第七条 很多的设计都说了 按照在同一孔跨的两板 预制的07不超过10天 或者预制07之差 不超过10天 还是那个意思 07要接近 这个每一根梁 它的变形 随后的变形 才一致 后面两板之间的 横向世界缝 在一孔的两板 全部安装后 方可进行施工 也是对的 对吧 没有说是 就装两根梁 你就去做世界缝 没什么干的 好 后面来看第五部分 先减之后连续梁的安装 第一个 临时制作顶面相对高差不大于两毫米 还有后面 施工程序符合规定 在一连梁全部安装后再交注世界头 书上这么行 我们就这么掌握 有的是整个桥这部分 不是一连好几连就撞完 也可以的 后面 第三条 对于世界头处的梁端 按施工缝的要求进行凿毛 不仅仅是世界头 包括咱们世界缝 是不是都要凿毛 因为你是后焦混凝土 对吧 后焦混凝土 这个凿毛一般情况下 在梁厂里面就凿完了 再拉过来 因为你在现场凿的话 比较麻烦 比较不方便 在梁厂好做 对吧 永久制作在世界头底膜 之前安装 那那是 你这个世界头底膜安装 本来永久制作就不好装了 对不对 至于说永久制作 到底什么时候装 他也没说 一般情况下 咱们先做临时制作 永久制作 然后把梁架上来 方便一些 后面世界头处的某板英 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与两体的接触面 用密贴 有一定的搭接长度 各接缝严密 不露浆啊 副弯举区的 预应力管道连接平顺 就是世界头地方 我们前面说的 把这个预应力管道给连上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 桥墩的地方 连续梁在桥墩的地方 其实这根梁是向上弯的 所以我们这个预应力 已经它放在上面了 这个副弯举 预量体预留管道 结合处要灭封 预应力卯固区 预留的张拉驰板 这就这个小玩意儿啊 如果画的话是 这个样子啊 就这块啊 这块叫尺板 保证外形尺寸不被损坏 看看就行了 知道哪儿 哪儿叫尺板 就这个地方 后面 世界头的混凝土 在一天气温中相对较低的时段浇注 他的意思是说这个 相对较低的话 这个梁 热胀冷缩嘛 世界头的尺寸是比较大呀 你浇完之后呢 等到这个白天啊 气温上升之后呢 这个梁 一伸长 这混凝土受压缩 混凝土受压是不会开裂的 受拉才会开裂 因为它的抗拉强度比较低 一连中的全部世界头应一次胶筑完成 好吧 我们都都都都认啊 世界头混凝土养护时间不小于14天啊 这个要知道 还有后面 世界头按设计要求 施加运用力 孔道压僵 僵体到达强度后 立即拆除制作 临时制作 好吧 统一以教材为准 咱们都都按这个 不抬杠 对吧 我们都都服从 按设计规定 程序完成提议转换 同一片梁的临时制作 同时拆除 好吧 看就行了 第六条 说了一个桥面连续的梁板 就写着一句话 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 这个其实也有做的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它是怎么做 它这个预制梁呢 其实也是减制梁 但是这两个梁离得比较近啊 然后呢 这是 两排云球制作 这是咱们的概量 简单化一下 预制梁是减制梁的形成 上面不是还有一个什么 混凝土现胶层吗 混凝土现胶层这部分 它就不留缝了 它就不留缝了 包括最上面 在上面的桥面铺装 也不留缝 只不过呢 在这个地方的钢筋 多配一些 所以它叫个什么 桥面连续 就这个玩意 就桥面连续 桥面连续 其实也有做的 在城市桥连里面也不少 听听就行了 就这一句话 它也没法展开考试 对吧 那么咱们 咱们这些节目里面 还有配了一个案例啊 这个案例呢 我觉得案例背景 带着大家看看 相当于是 一块复习下基础知识啊 真正它的问题 只有一点点 大家知道了就行了 我们来看这个案例啊 A公司中标城建 一座 这个一字写的太短了 一座城市桥里 高架桥 上部结构为30米的 预置梯 采用先减之后 连续的结构形式啊 他说先减之后 连续是啥意思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做法 共12块 桥宽29米5 为双幅式桥面 啥意思 双幅桥 其实这桥是俩桥 一个上行 一个下行 对不对 就前面这个你能看懂了 我觉得就可以了 相部在施工方案确定后 便立即展开了 预置场的施工啊 因为处理 替量预置台座 技术沉降 影响了工程进度 为了扭转攻击紧迫的 被动局面 相部就能加快进度 那边可能下部结构都干完了 在等着呢 但一度出现技术管理问题 比如千斤等张拉超过200次 未安排重新标定 踢梁张拉后 把踢梁 调一道存梁去压浆 其实这个也不对啊 但是在18年教材改的时候 由于把公路的那个要求 写出来了之后 然后呢 咱们的专家发现 这个案例好像这个有点冲突 所以把案例中这一问给删了 现在按照现在的写法 还可以把这一问给降上去 我们说这是不对的 要75%是吧 以加快台座的周转率 被监理要求停工 来看问题啊 预知台座如何施工 才能不保证沉降 还有千斤的那种 直接看他的第二问的答案 张拉台座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不能变形太大 台座基础根据场地情况而定 地质条件好 满足承载力的 就直接做台座基础 对吧 如果地基达不到承载力要求 要对地基进行 这个要知道 就是说质量区啊 质量区如果地基达不到要求的话 要什么 地基处理 对吧 后面写的可采用换田灰土夯实 或打紧密木桩 也可以用其他方法 也可以用其他方法 前面这个多一些 保证处理后的承载力满足要求 然后呢 做混凝土基础 还有预制厂要有什么 排水 也有排水 不管是质量区也好 还是存量区也好 都要有排水 其他的第三问 说的六个月两百次 配套剪掉 配套使用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就不再重复了 这节呢 我觉得我讲的太多了 讲的太多了 同样的这节后面 我还配了两个案例啊 还希望大家能够做一做 多多就不说了 欢迎添加微信 1852291167 或扫描第一个二维码 第二个呢 是微信公众号的 谁会核广 一维可汗 一起加油